男人有这五个表现,女人就可以放手了,再坚持只会伤了自己 男人不爱你不要紧,但是那些男人明明不爱你 却还每天给你在一起,让你为他投资,让他变得更好 而你却只是他的备胎 男人有这五个表现时,女人就可以放手了,再坚持只会伤了自己 一,不主动联系你 一个爱你的男人是不会舍不得不主动去联系你的 他会非常渴望每一分每一秒都和你在一起 但是当他不主动联系你,冷落你 就算是你问起来,他也会拿工作忙来推托你,抚衍你 因为你在他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 二,不关心你的生活 女人是种需要被关心的动物 两个人走在一起,就是为了相互关心,相互照顾 寻找慰藉和依靠的 如果一个女人伤心或难过的时候 他的男人经常不陪在他身边 说他很爱这个女人,估计没有多少人会相信吧 这个时候你就要擦亮眼睛了 三,不愿意为你花钱 如果一个男人喜欢你 他会把他所有的资本都用在你的身上 但是当他对你映射的时候 也就说明你还没有达到他心里的那个价值 他对你并不是真心实意的 要是男人在这方面做的过于界限分明 不是过于老实 就是不来电 四,不把你介绍给自己的朋友 如果一个男人真心爱你 他会迫不及待的把你介绍给他的任何朋友 公布你们的恋爱关系 宣布你是他的女人 因为你就是他的骄傲 但是有的男人却迟迟不肯对外表明你跟他的关系时 很有可能这是一类喜欢跟女人玩暧昧的人 并不是对你真心 五,不在你生气的时候哄你 如果在你生气的时候 他对你漠不关心 不管你是故意的还是真实的 他都会避开你 不管你甚至给你一起生气 这个时候你就离开他吧 他并不是你的真爱 女人要记着 爱情是一辈子的事 你要好好把握 如果他有以上五种表现 那就赶快离开他吧